Hello大家好,我是Jim,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又是一个唇彩试色测评的视频 之前我有给大家上唇试色过Revalon家的ColorState Satin Ink这个系列的唇蜜 在上一支视频里面我就跟大家说过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质地 不仅显色度高,上唇非常舒适,而且也非常非常的持久 是属于唇釉里面属一属二的质地 最近也获得了Alor的2021年的奖项 所以我又陆续买了一些它其他的色号 给大家做第二产的视色测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是上一次视色测评中我非常喜欢的005 Silky Sienna这个玫瑰色 非常非常的百搭,是任何人任何场合都可以用的 接下来也是上一次我就非常非常推荐的13号 Holy Pumpkin,黄调用也非常提气色的一个枫叶色 那说完这两支,我上一支视频就很喜欢那两个色号之后 就开始给大家试色我新买的几个色号 14号Smoking Hot,它薄涂厚涂都非常荧光 没有办法避免这个bug的颜色,非常雷 我觉得如果是女团色也不会用这个颜色 接下来是15号Fire and Ice,也是有荧光的这种色感 但是它是粉色的荧光,没有刚刚Smoking Hot那么吓人 如果是喜欢女团颜色的话,这一款用来薄土还是挺能接受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接下来是18号Fire Up,比我喜欢的Holy Pumpkin更加的枫叶色 就是更深了一度 如果说Holy Pumpkin适合一年四季的话 那这一支就更适合秋冬,也是我觉得会挺好看的 里面还加了一些烂番茄的感觉 黄皮用也完全完全OK 接下来是19号My Own Boss 名字会带Boss啊或者是My Own啊 一般都是正红的颜色 上唇之后也是挺抬气色的 接下来是20号On a Mission 带子太多了,所以不好看 黄皮不友好 而且它上唇完全涂不匀 非常非常的糟糕 很多深色的唇彩 上唇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就是这支视频给大家上唇试色的所有色号了 除了第一集视频中我就很喜欢的头两个颜色之外 新的这几个色号里面我就只推荐大家这一支枫叶色和水扬红的颜色 这个系列的话一共是这四支 大家是可以避引入的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觉得这支视频对你的选购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头 必转发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彩妆测评视频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提醒了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